终于到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时刻 大郎一口气喝下了金莲亲手喂他煎的药 他敢对大郎痛下毒手 主要是因为二弟武松不在家里 一天前武松受献太爷的吩咐 准备到外地公干几天 送二郎离开时 平儿还不忘嘱咐 把你送到小城外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尤其是金莲这样事的 开玩笑 我松哥是何许人也 当天晚上运哥带着几个压力来向大郎提亲 求他将盈儿许配给自己 但盈儿早已心有所属 他喜欢的人是李忠 也就是武松的那个小跟班 可武大郎吃着运哥的压力 嫌弃李忠以前当过小偷 于是不顾女儿的反对 居然同意了运哥跟他的婚事 盈儿一怒之下跑到了屋外 结果在门外遇到了李忠 武大叔 我对盈儿是真心的 我求你你让他嫁给我吧 女儿只喜欢李忠一个 非他不嫁 看着两人恩爱的场面 大郎的心理本来已经开始动摇 但潘金莲却在一边煽风点火 还给武大郎使眼色 盈儿 你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找个好归宿 最怕就是嫁错郎 我就搞不懂了 李忠虽然以前做过小偷 但已经被武松叫化 人家现在还做了衙门的官差 既有编制又有收入 老了还有退休金 运哥就是一个卖离的穷小子 整天嘻嘻哈哈 一点也不稳重 更何况盈儿也不喜欢的 这不是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吗 第二天 李忠趁着家里没人 便拉着盈儿准备远走高飞 谁料却在巷子外遇到了武大郎 两人健壮 于是头也不回地拼命往前跑 大郎则带着运哥在后面穷追不舍 没想到大郎的体力还真有两把刷子 没跑多远就追上了二人 三人当即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 大郎脚没站稳 突然从台阶上面摔了下去 好在经过及时抢救 大郎的性命总算是保住了 你折断了筋骨 要休安一段时间才会慢慢康复的 对了 王婆你处这干啥呢 茶馆不做生意了吗 令我吃惊的是 大郎都已经是半个废人了 可他的碎嘴子却一点也没有消停 你这个狠毒的妇人 煽风点火挑拨离间 诸之羞耻 横行出墙 我杀死你这个当父 这骂的也太难听了 金莲的脑海里 突然闪过了一丝灌药的冲动 王婆眼见时机一到 于是当着金莲的面 开始煽风点火 这个五大爷真是的 这么难听的话都说得出来 像五大郎这种人呢 早就该去见阎王了 金莲你说是不是 是不是吗 当天晚上 金莲正在给大郎煎药 回想着过去的种种 于是把心一横 将之前剩下的披霜 全部倒进了药罐子里面 他缓缓地走上楼梯 然后若无其事地来到床边 大郎该起来喝药了 这是我亲手为你熬的哟 那只大郎喝完以后 很快就有了反应 而此时的盈儿 却被五大郎锁在了房里 他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何事 金莲用枕头捂住大郎的脑袋 一直到房间里 只剩下他一个人的呼吸 熬了十二级 大郎终于挂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